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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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谨慎地从事善行 避免恶行 是从轮回的痛苦中解脱 获得证悟的永久安乐的唯一途径 事实上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真理 完全融合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那么你声称希望帮助他人也是突然的 这是为什么当你遵循法教并付诸实修的时候 必须如此思维 愿我获知证悟 把这些法教传于一切众生 引领他们证得佛果 而不是怀抱着 自己将因为不学多文 而受人敬重或有所回报的想法 如果你的心趋向如此正面的目标 那么可以肯定的是 你所说的话语 你所从事的行为 将如不义服从主人的命令一般 会自然而然地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但如果你的心是散烂的 充满执着 称恨和无名 那么无论你做了几百万次大礼拜 或持诵几百万次咒语 都形同享用掺杂了毒药的美食 这不是我们趋进成佛的方法 试着在任何情况下 努力持有圆满纯净的念头 那么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行为 也都能保有它的正面力量 直至正物 如同落入海洋的水滴 能够和海洋一样长存